認真熱身練習羽球 他是布農族的羽球選手黃祖恩 十七日代表中華隊參加亞洲羽球 錦標賽男雙的比賽 這一次中華代表隊共有三十八位的羽球好手 其中一位就是黃祖恩 為了準備這一次比賽 前陣子也在教練的帶領下 到日本與越南比賽 從比賽中學習每位選手的優點 並累積自己的經驗 面對這一次賽事 黃祖恩以平常心看待 黃祖恩主要是比男雙的賽事 所以另外一個搭檔林佳佑也非常重要 兩人一起比賽 已經有一年多的時間 而最好的成績是今年 全國羽球排名賽的第三名 能奪下家機 主要是彼此就像兄弟般一起成長 這次黃祖恩與搭檔林佳佑 面對菲律賓的選手 展現了彼此默契 最後以二十二比二十兩分之差 贏了菲律賓成功晉級 最後這段報告台北市採訪不到 最後一段報告台北市採訪不到 前延長 ishment 來到了 esta 我們 pass 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